立法院今天行使对司法院政府院长被提名人的同意权投票 在民进党立委全部都投下反对票的情况之下 两个人还是顺利过关 而特别的是副院长苏永青得到的票数 比院长赖浩敏还高出了两票 早上9点40分立法院进行司法院政府院长被提名人赖浩敏苏永青 以及两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高永光张明珠的同意权投票 朝野都假计动员对于赖浩敏跟苏永青的同意权仍是案 国民党立体民进党则反对到底全数投奉决票 每一个党籍立委都不能投票要票票入柜每一票都要开出来 有党团的这个指令基本上对于这个司法院政府院长的投票 基本上可能不会很赞成 11点投票结束随即进行开票作业 赖浩敏苏永青两人都获得过半数的票数通过 赖浩敏获得71票同意36票反对 苏永青则是73票同意34票反对 苏永青的票数还是比赖浩敏多出两票 112席的立委中五位立委缺席 其中国民党三位请假 一位只签到未投票 吴蒙一位请假 国民党事前寻找吴蒙支持 可掌握票数为74票 但赖浩敏的票数却只有71票 比国民党预计少了三票 尽管赖浩敏的票数未如预期 但两人在开票后还是亲自到立法院 向立委表达感谢 要好好的来做 不要辜负人民的托付 是重担 跳最大火坑 而另外两位考试委员被提名人高永光和张明珠 也获得过半数的同意票 马总统据回的提名人事案都顺利过关 记者李信吴家宝特副财 天保导 订阅 我希望李信吴家宝特 si